哈嘍我是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 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IG FB还有twitch 那右上角的QR Code是大色天地劫手游的Live社群 那扫描之后输入密码3345678 就可以加入大色天地劫Live社群 那影片的资讯栏下方也有连结 那欢迎各位如果喜欢天地劫手游的朋友们 可以加入社群里面 可以关注大家讨论剧情啊 或者是以后手游的人物搭配等等 那今天在TubTub上面呢 大致发现了有香欢子人物情报的首部 那基本上在玩手游的时候 香欢子已经有出场过了 那这边在这边的文章是在详细介绍香欢子这个人 那哎呦 香欢子首次登场于幽城幻见路 是位于逍遥自带的得到闪现 不过久不下棋 唯有垂掉一门闲去 愿者上钩疑似亲了 这便是他所仓悟的仙道 按说如此随性的老仙人 应该终日无忧才对 可小老头小小的身躯里 却有大大的烦恼 先说啦 这个小老头小小的身躯 应该是 他应该是指手游的形象 可是在幽城幻见路的形象 不是小小的身躯啊 好 每当瘸掉之时 望着湖中的鱼虾 总会让他感到心慌 屁水为染的湖水 好自在亏当他的所思所虑 而令他头疼的东西 还处之前的一条黑龙 黑龙解语 500年前 香光子受仙游之妖 到东海仙山修道 等到工程圆满之后 打到回府之时 却发现自己的龙居导 被一条黑龙占去 这条黑龙可不是一般的妖物 500年来 借着龙居导的仙气修为大增 尽念就一套万法不入的 屁咒练甲之法 这可让香光子删透了脑筋 然后这个是香光子的 普通攻击的招式 其实香光子自然也晓得 要想驱除这条妖龙 也不是毫无他法 只是所需的招式伎俩 竟是外道邪法之类的 若自己适用此类邪术 怕会折损自身百灵修为 莫说自己不曾惜得此等邪法 真是熟练掌握了 也不敢轻易尝试 所以当时还请夏威夷 去把他除掉这条黑龙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 一日在一家古葡萄店中 偶然遇到夏侯儀等人 而此时夏侯儀手中的阵容之欲 正好可以帮助他 经过一方凌事案之后 夏侯儀一行人便答应这位 这边怎么写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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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请求 但经常陷入到这份苦恼里 总是无量难得到 这十十鸟龙 倒真是厉害 这要是传得出去 只怕老子连面 悉心伐咒 首先夏侯儀等人 没有辜负XXX所多 很快便将龙居导收复了回来 同时还收复了妖龙当座器 相方子也对现自己的承诺 传授他们三个顶级的法术 自龙居导被收回来以后 这里又成为相方子唯一的动天福利 每日照常看着他的鱼竿鱼沟 在湖边一座便是一整日 他自称这是闪心该有的修行 也是闪心应该有的态度 不过每当他吊起黑色的鱼石 还是会想到那一件招心事 龙居导逍遥闪现的相方子 如今也在天地劫幽城手游中登场 狮子咒诗属性为光 可为少侠们的旅程提供一份助力 以相方子来说 相方子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练的 因为他有一招是传送队友 这个在解一些特殊关卡非常有用 好对相方子来说 手里陪着他多年的鱼竿 既是自由也是御敌力气 御敌时相方子挥舞手中的鱼竿 所施展的先法人对敌人造成极强的伤害 除此外 他也能将队友传送至范围内任意的空格内 可以自由穿越障碍地形的相方子 能更好的助力 帮助到一些以移动力低的角色 那大师之前在手游当中呢 我记得我有用这招 然后帮 就是放给羽氏 因为羽氏的移动力很高 或者是像我有个方式 就是帮羽氏 帮羽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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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回合限制要先取得寶物 或者是到某个人身边 用这个方式就很好用 天赋林志心法 攻击气血未满的敌人时 伤害提高20% 同时在行动结束时 还可以给周深四格以内 气血最少的友军回一大口奶 并会其驱散一个有害状态 所以尽量让相关者站在队友附近 另外相关者还有个 攻奶兼具的技能 有关人奶 人奶 人奶 在对方造成超强伤害之后 还可以对权队带来一个群体回复的效果 相关者这个角色在游戏中 从总体看来就是 有伤害也有回复 更有出色的进化效果 前面对后绝对是团队战斗中的最佳助力 以上就是相关者的角色介绍 如果少侠还有其他想看到的人物 记得下方评论区告诉我 期待和你再次相遇 OK好 这个角色介绍就到这边了 我是不是念错这个字啊 人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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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关人奶 好 那天地节手游 路册这边 路方这边啊 iOS开放的伺服器是3月11号 目前安卓还没有公告是怎么说开放 所以希望可以 可以赶快释放出消息 明年的3月11号 所以我们还有4个月的时间要等 好那今天介绍到这边了 喜欢的频道记得按一下 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ig 谢谢各位 这期的收看拜拜